在全球气候变迁里头 最危险的一个是海平面上升 因为还会淹没很多人的国土跟家园 第二个是drought 热浪 因为热浪会导致饥荒 而且会导致所有问题一并产生 它比洪水来得更加的可怕 史上第一次 全世界三个最重要的经济区域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欧洲 一个是中国 全部都发生了极端的旱情 极端的热浪 在这样一个极端的旱情之下 美国的情况 美国的很多水库的 整个水位都已经低于三成 整个耗水量越大 但是整体而言 当地的民众都开始陷水之外 更牵涉到将来 美国希望晶片回到Arizona 回到这些地区来生产 没有水怎么生产晶片 第二个是中国 中国现在对于好几个地方开始限电 其中包括了四川 包括了好几个省份 这些都是生产大省 人们说这次中国的旱情 长江水位的偏低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还超过了原来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第三个是欧洲 本来已经面临了乌克兰战争 导致了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减少 能源的减少 结果本来准备回去运煤矿的 蓝银河水位见底 要运所有矿产的 所有包括多闹河 全部通通都出了问题 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遭 但不会是唯一的一次 当第一片冰川崩落 坠入大海 摄影师拼命按下相机快门 以为能留住最美的瞬间 却没想到 这个位于格陵兰西侧 迪斯科湾高约50米的拱门冰山 就此一片片散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暖化景中明明震耳欲聋 证据也无可辩驳 为什么各国眼里 却只有自己狭隘的利益 看不见我们一手创造出来的温室气体 正在扼杀我们的身份之地 短短三分钟不到 位于极地 如同化仙境般 上帝鬼斧神功之作 就此灰飞烟灭 震惊之余 让人不禁想起 国际科学期刊Nature 早就数度提出警告 格陵兰荣冰速度 正达8000年来新高 一旦升温幅度跨越临界点 当地的冰川将不可逆转地 全数融化 届时全球海平面恐上升约7公尺 当 forests burn up rivers are drying up Germany's Rhine a vital artery of industry keeps coal and gas flowing to power plants but its levels are falling critically low elsewhere dead fish bake in the hot summer sun as Europe endures its fourth heat wave with temperatures in some places reaching over 100 degrees and as the waters recede the continent's history emerges from ruins in Spain to this world war 2 bomb discovered in northern Italy pulled from a riverbed and safely detonated Even England's mighty river Thames has evaporated at its source 还没等到大水漫灌 欧洲先迎来了500年最严重的干旱 整片大陆 从西部中部到南部多地 一近两个月没有明显降雨 各国主要生存命脉 无论是德国莱茵河 意大利波河 英国泰晤士河 还是法国的罗亚尔河 不是彻底干涸 就是水位低到 人可以直接行走 整个法国 有100多个城镇 暂时断供饮用水 93个地区 被迫受到不同程度的 用水限制 就连旅人心中 最梦幻的普罗旺斯 也难逃全面陷水命运 这无疑是大自然的全面宣战 整个夏天 野火干旱暴雨沉灾 极端天气在全球各地 接榜釀灾 就连全国三分之二人口 居住在海平面以下 有着水利王国称号的荷兰 国家政策 也被迫从防洪改为抗旱 美国西部汉情 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两个最大的水电站 当米德湖和鲍威尔湖水位 都已低于三成 不要说当前的异常高温 正将能源需求 推至历史新高 水资源短缺 将迫使水力发电规模大幅削减 缺水也不利于拜登当局力推的 晶片回流计划 正因为晶圆厂的运作需要大量用水 且越高制成 耗水量也越大 联邦政府因应惊吓干旱的紧急措施 是对科罗拉多河下游七个州实施限水令 但成效有限 周二已正式宣布 明年将采取强制措施 减少内华达州8% 亚利桑那21% 及新墨西哥州7%的供水量 根据美国非盈利组织第一阶基金会最新发布的报告 美最快到2053年 境内会由一大片地区处于热带气候 一年中最热的7天会增加到18天 且高温地带将一路从东南部的德州延伸到五大湖区 换言之 最快30年 超过1亿美国人就将生活在极热地带 最高温标颇摄氏52度 波茨坦气候研究中心气候学家霍夫曼也忧心警告 世界天气系统正因暖化加剧而发生重大变化 当前的干旱将不止会在夏天发生 未来甚至会扩大到一年四季 CNN报道 史上头一遭 极端高温几乎同时席卷全球三大经济体 包括美国 欧洲和中国 都在疫情通膨所导致经济增长的急剧放缓下 被迫面对热浪和缺水问题 以中国来说 正在力拼异后经济复苏 这波热浪却持续了两个多月 长江流域罕见在讯息反哭 被迫限电停产的四川省 还是全球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版制造中心 不止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及Intel等大厂受到影响 该省也是中国礼矿产业重镇 限电停产还将大幅推高原材料成本 更不要说农作物缺水 民生用水也得24小时派水车阴影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说 全球所处的高温干旱形势 正快速演变成当代最严重的人道危机 但不幸的是 战争却转移了焦点 带走了资源 让我们无法团结思考对策 当瑞士仰赖军方出动直升机 飞往阿尔卑斯山区洒水 以为能救得了快要渴死的动物 人类或许不如反求诸己 想想在这场国法置身世外的 全球这浪战争中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在全世界现在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是日本 日本跟台湾相当的近 有很多人常常到日本去旅游 日本已经连续四个礼拜 是全世界染疫最多的国家 染疫的数字 我们上次背给大家听 从8月1号到8月7号 短短7天之内 可以达到接近150万人 现在每天确诊的人数 都是20万人以上 而这些人很多都是属于老年人 而且不用多老60岁以上 因此导致日本医疗再度的崩溃 有相当多的年轻人 他们虽然感染了Omicron BA5也好 那么Omicron 2也好 可是他们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很快地感染给了老人 所以就造成了这严重的状况 另外一个是日本刚刚过了 他们非常重要的基纪 跟台湾很像 但是它的规模更大 就是中元节 还有边境的开放 日本可以作为所有亚洲 将来面对疫情非常重要的一面镜子 许多台湾的疫情专家都提出警告 台湾上一波成为全世界第一名的时间点是5月 如果5月可以让你身上有抗体 大概到三个月之后就会开始下滑 或是第三个月最后面两个礼拜就会开始下滑 如此推算的话 大多数的人认为台湾很可能进入9月中旬的时候 就会面临新的疫情高峰 如果这是一个预言 而且是一个不幸的预言 最后变成是成真的话 日本的粒子 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加以小心 当你觉得你没有症状 你并不严重的时候 并不表示你不会伤害其他的长者 而美国的部分呢 为了民众的心理 在11号的时候宣布 不再限制一些社交距离等等 可是美国CDC有很多人忧心太快的开放 会使得美国到秋冬时期 再度面临新一波的疫情 最重要的是次世代的疫苗问世了 英国第一个批准 美国即将很快的批准 希望9月份的时候全面开打 日本近期因中原假期效应 率先上演了一波疫情反弹 根据WHO的通报数据 日本全境新增确诊数 已连续四周高居全球榜首 平均单日都有至少20万人染疫 东京都医师会警告 新冠病床使用率正接近饱和 且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及确诊医护都无法上班 让日本被迫陷入史上最严重的医疗大崩盘 再加上死亡病例快速增加 近一个月单日死亡数已飙升7倍 直逼年初第六波疫情水准 不只居家疗养者已破154万大关 创历史新高 等待安排住院人数33万多人 必须住院却无法住院者 也已高达2269人 日本的惨况正成为全球借禁 刚他们正式宣告 今年是行动无限制的夏天之际 但与选择与病毒共存 问题是国内疫苗接种情况 虽然在成年族群一二剂突破八成 但第三剂追加剂却只有六成三 五到十一岁幼童第一剂接种率 也才刚突破两成而已 岸田新内阁第三度回国掌管 后生劳动省大臣加藤盛信 在如此严峻的情势下 竟然还声称 这波疫情年轻人确诊率较高 且多为轻症或无症状 第四剂追加剂限定 只给60岁以上老人施打 最终导致日本面对Omicron变种 全国上下哀红遍野 正因为没有人想成为下一个日本 英国本周率先紧急核准 莫德纳针对原始毒株 及Omicron BA.1变种 所设计出来的双架疫苗 用来提供18岁以上成年人 作为今年秋冬预防变种的追加剂 抢下全球第一 根据英国监管单位的说法 莫德纳这款新推出的双架疫苗 副作用跟原来的追加剂类似 对目前的主流病毒株 B.A.4和B.A.5 都能产生良好免疫反应 前莫德纳所提出的临床数据显示 如果第四剂打新的双架疫苗 将可提高病毒中和抗体八倍 新版追加剂产生的抗体 也是原来的1.69倍 莫德纳发出声明称 将在未来数周内先后完成 包括澳洲 加拿大和欧盟的 紧急核准使用审查 欧洲药品管理局官员预计 针对新冠变种的次世代疫苗 就快9月就能通过核可 但核实供货 目前还没有确切时间表 外界好奇 为什么莫德纳这间 具有美国官方背景的药厂 不是美国优先 而是让英国拔得头筹 分析认为 一方面是英国其余抢货 一方面是美国民众 对疫苗保护力的怀疑 让官方迄今 仍在等待一支 更有效的次世代疫苗 对疫苗保护力的疫苗保护力 再次进入疫苗保护力 再次进入疫苗保护力 汇热BNT表示 他们一直不断在测试 他们的mRNA疫苗版本 塞诺菲及其合作伙伴GSK 也正努力关到超车 开发一种针对 beta亚变种的蛋白质疫苗 作为因应新变种的追加剂 至于过去 一直高居疫情确诊病例首位 后来被台湾日本取代的美国呢 美CDC8月11号 大幅放宽新冠防疫措施 即便新冠病毒自2020年初 攻进美国本土以来 已造成至少100万人染疫而死 华盛顿邮报追踪数据显示 目前全美7天 平均染疫住院人数 仍高达4万2千人 每日病莫人数逼近500人 但社区防控负责人马瑟提说 目前疫情一和前两年 迥然不同 只需强调个人防疫 学校企业都无需再严守社交距离 未打疫苗者的隔离规定 也确定全面取消 不少防疫专家忧心 美国这一步走得太快 不必等到秋冬疫情再起 未来几周 美国就可能因Omicron两大变种 BA4.6及BA2.75的强大传染力 让情势逆转 甚至不排除会重新回到 DeltaV主流毒株的时代 华佑报道称 美国新冠追加剂施打计划 最快9月底启动 无论辩瑞BNT或莫德大都已承诺 重新配置后的尽量 绝对供应无余 毕竟今年秋冬 对所有国家来说 都是新冠疫情的全新考验 在放松大多数的防疫管制之后 谁能最快抢到四世代疫苗 在最短时间内拉高覆盖率 将成为与Omicron这款 快速变异病毒的决战点 谢谢收看今天文献的 世界之宝文献的世界之宝欧洲版 我们明天见 拜拜